今天Sero登場了 現在就看CD組有沒有冷門出現 主要看看Sero現在他的ZVP和ZVT 雖然他的大體思路是一樣的 不過整體進化的看看他的方向 看Sero的ZVP 這個其實我們還蠻想看的 昨天是看了他的ZVT 今天看他ZVP怎麼樣 對 李培男說 Gumiho說我們人族八強就剩你一個了 要加油啊 什麼意思 他打都沒打 怎麼就八強就他一個了 Gumiho沒信心啊 Gumiho你媽的 今天現在人變多了 D族你媽有兩個人族啊 Gumiho說的嘛 他就看好Hero中某種類型 Gumiho 姆 你媽 Hero在這個組裡的確也有不被看好的理由 Gumi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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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催了,妈快开始吧,我靠 - 好了,来了啊 - 找切解说了就快开始了,今天的解说是托特恒穆斯林 - 史上最强的存组选手 - 史上最强的存组选手 - 史上最强的存组选手 - 现在我就纠结一件事,他跟Solar的JVT谁猛 - 他更猛一点,他更全面,Solar打得比较刚 - 中期Solar要强一点,但是打到后期他绝对比Solar强很多 - 刺 - 好了,开始了,我们看一下终点为这边蓝色的神组选手 - 就是来追法国的神组选手,法神PTDRAGO - 上一次我记得比赛也是他给Sero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麻烦 - 对 - 左上红色的重组选手就是主宰Sero,来自于芬兰本土的选手 - 史上最强的重组选手,没有之一 - 号称芬兰小F91 - 对你评价是不是有点高 - 太特打高了 - 匹DRAGO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了,如果说能不能赢一盘这个赌注的话 - 有机会赢成员如果说能不能赢一盘这个赌注的话 - 有机会赢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赌一下的 - 匹DRAGO的PVD其实挺强的 之前他的PVZ在 他出道的时候 就是他最擅长的对抗 之前我记得他第一次出道 就是我们对他还不熟悉的时候 我邀请他来打天下的一人战 当时他是分到了肉格 然后他上来2比0 就把肉格干了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PVZEASY 当时他的PVZ用的方式 就是不停地回程 就是前压回程 前压回程 三个台并就把肉格压碎 不要再说肉格了 肉格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我说之前 对吧 这个东西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整体的一个出道的一个情况 没错 里路人是很小 太无妈的 刺 我说是 你不可能骚扰我的一个开局 你把矿开到右边 开三矿出去 接一下 咬一口 再咬一口 漂亮 但是他感觉好像不太好飞啊 他这个使徒 飞不了 这个使徒飞的话 你可能会被解 对 还好 没事 哎呀 前轻死个一条狗什么的 居然死也无所谓 不想死啊 一条狗都不想死 不影响 家里边选的VS开局 就这么走进去啦 想換弄沒換到 剛才Sero的狗是在A自己的血池 應該是咬死了嗎 漂亮,卡位卡位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換的兩下,換的不錯 對 長進進不了 哎呦 誒 他直接踩開了 踩開了呀 但問題也不大,兩個先知 但很煩啊,這個時候PT Drogo 本來他兩個先知是出去騷擾的 現在被狗直接遛在家裡了 而且能量他都開了 你想想別人抱那麼多狗也釋懷了 他沒抱多少狗好嗎 他就抱了12條狗 這個 虧了,PT Drogo怎麼都是虧的 他狗還跑了 你要想他兩個先知能量都沒了 大局上PT Drogo絕對是虧的 這狗跑得是有點好 是的,很煩啊 他這波狗跑的 三個先知能量都飛光了 自己家裡面完全沒有壓力的發展那一波 五分鐘五十二個農民 我靠 還按了12條狗 現在先知家燒氣 基本上沒什麼機會的 三個先知強心進去的也能殺了三四個農民 但是很有可能你先知就要掉一個 哼,不愧是芬兰小F9一样,这狗6的真的不错 好了,又包两个使徒,你妈PT抓狗,这 走远啦 啥都骚不到,三个先吃进去没骚到东西 军坛也扑出去了 这很烈啦,这个局面 四狂都甩了5分40秒 这他已经运营疯了,科技也没停过 还准备很多狗 这个运营应应该算是一个程度比较完美的 对,看到狗,但是并没有看到空头的房子 没想不到从这个地方投的 对 你妈的节奏好快啊,他这个 这你怎么想得到呢 虽然说,杀不上什么东西,但是也很烦 他继续侦查啊,对于 赌一下,那我去你3.6嘛 又把你的能量飞光了,对于是 这三个先知基本上是没有 关于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看光了 他不压力刺这狗狗爆了 因为Dragon其实被这个狗溜的有点乱 对啊,他不压力,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这个打的 先知所有的能量都耗费完了 那PTDragon只能在家里面等闪电 没东西搞了,只能等闪电 只能闪电,开试矿,等个 诶? 这怎么又穿进来了? 他直接走进来了? 乱了呀,我觉得PTDragon就快已经 这狗穿狗无处不在 三个先知过去刺射都出来了 PTDragon也确认对方是刺射的 那至少有 哎呦,那至少有一点 PTDragon现在 他觉得出闪电肯定是没错的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 这三个先知现在就不要去搞了 就放放放放这个 诶? 诶?这什么东西啊? 他吃 我靠 就放放这个头盔就好 对,陷阱什么的,就可以 他马上来了呀,他这波 8分钟就来了 那咋办呢? 闪电还行,闪电还挺快的 开试矿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不不不,这个试矿不开 比如说,他一定要开试矿 然后等着Serrel来冲他 但是他的那个先知死了 其实这一波要防的话陷阱是很重要的 当然Serrel也可以不冲他 选择升三本 他是冲的同时也会升三本 冲吧,这有点风险吧 不冲吧,这就稳,还是非常稳的 他就是找机会在你门口晃 对吧,撞得到就撞,撞不到就算了 然后我不停的扩张 然后家里面升三本 无所谓的,你陷阱不够啊 你这个先知死了 能量都没有 你哪有那么多能量来出陷阱啊 要防这一波陷阱很重要的 这个位置卡的还不错 来了,闪电有几个啊 5个闪电倒是够 就叮当开视野开得很好 6个,6个闪电 没问题 继续晃啊 Serrel这个晃的时候 家里面三本已经在提了 飞龙塔也放下去了 他打多线 没有错 给压力的同时 然后升三本出大楼 这个 先把所有的视野先控制住 也不给PTDRAGO占这个梁王塔的机会 就这种局势 如果换了SOLA 就直接一波A了 因为SOLA打得还是比较简单 Serrel的话 打得其实就 A就有可能 比较 A可能就会翻 有可能 PTDRAGO是一个很喜欢用那个 就是不休闪电的关键 上面突破下来了 直接滚 但是中了一个陷阱 哎呦,陷阱很重要 Serrel现在不停的拉 其实Serrel PTDRAGO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这个 上面的这个一解 一解的话 他分了个白球 他分了个白球 你也不一定 他H在那里 应该是 继续耗啊 Serrel在那边 两个白球 还行还行还行 还可以可以可以 但直接滚 直接滚 没滚到闪电 没滚掉 还有电吗 有电 再滚 滚到了 但PTDRAGO这个韧性还可以 但是他滚到之后 你PTDRAGO 你就不能出门了 他军弹在扑 然后大龙塔也在变 对 他滚到你就出不了门了 他只需要换你闪电 这科技太快了 10分钟已经大龙塔 PDRAGO压力 他根本现在没有想到 对方已经在出大龙 就没想到科技那么快 对 PDRAGO压力现在压力非常大 直接开5框 PTDRAGO现在也是想好了 我出门是肯定出不了了 你说的没错 我就只能扩张开框 这个神族的PVZ 国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强 差远了 他好快啊 这个神族的PVZ很强 他能够跟得上Sero的节奏 上面又是一拨狗 直接把基地压住 上面绕了一波差 好像没看到了 要吃这波差 他来了一个白球 白球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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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知道前面PDRAGO是烈式开局 不管怎么样 这个科技待会儿要被玩到 七个大龙已经在造了 PDRAGO就顶出来也没用啊 但他不得不顶着大龙在脸上边 先顶着再说呀 扁了三个大龙 军坦那么好上不去 上面绕了一波差 哎呦 点掉一个先知 你一定要上 这个不上就没了 上面绕了这波差 刚好有没闪电 两把 他骗一把呀 退回来 然后大龙出来了 哎 这没有对空啊 你就两个白球 大龙已经出来了 到脸刚好大龙出来 白球不行啊 他把你白球吃了就好了 白波追猎直接上 他直接拼脸的 PDRAGO这波直接拼脸 有机会哦 哎呦 有机会刚刚卡住大龙台面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卡住大龙台面的 那么强啊PDRAGO 后面还有三个大龙 三个大龙在甩 强秒大龙 但是没有闪烁 没有没有 有不令克估计就打穿了 哎呦 五个大龙退着甩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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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这口气没没接上 没机会了 死了死了死了 PDRAGO这波其实顶的 已经很好了 他如果我刚才有闪烁 就有可能打下来了 Sero在处理这波的时候 太冷静了 边退边打 不停的跟你耗 然后把你白球直接点掉 这波被挡住 就没机会了 算了算了算了 PDRAGO其实这波爆发力还是很强的 非常强 差一点打穿 哎 哎 哎呦 能进 哎呦 回去了 三个不求死 别救了别救了别救了 能进也死了 好了大龙飞脸了就死了 风暴就一个风暴 我觉得PDRAGO是忘记生闪烁了 他是有时间生的 刚才如果生的闪烁可能就打穿了 就差一点点 嗯 Sero现在带 运营一下 把自己的兵 地面兵我爆出来 反正大龙这个 这个数量 你就没有 没有办法解决了 稍微打得求稳的一点 这个波其实摁在脸上就结束了 Sero可能怕对方过去的时候 万一有闪电带那个闪烁炼 把你这波大龙吃了 所以他有点求稳 这个现在这个主持 就是Sero的这个节奏 对 但他还给了PDRAGO一个 就是憋的时间 对 开多线的开始 开各种多线的 走 你电脚狗是很爽 但是上面刺蛇输出也不是低 PDRAGO现在就要憋 憋风暴憋大妈妈传 然后慢慢憋 这种局面我没有见过哪个神族 能够把这个局面翻回来 有机会啊 就打Sero 打Sero是来 但是有机会的 就是这个兵中组合 包括他现在报兵的这个数量 是有机会一波把Sero捅穿的 你看看Sero现在有多少大龙 我估计有10个了 你现在风暴数量还不够 然后他那个天上还有飞蛇 和那个感染虫 还有那个主化 这个局面太难打了 嗯 现在现在也不急 他在拆防空 好 就差不多要怼脸了 他已经憋起来了 带飞蛇带腐化 这波 来嘛 先误一把 先秒 上面狗起来 强秒 强秒 这个 大家有点冲动吧Sero 他下面有刺蛇的 他只要把那个妈妈传秒了就好了 他把那个秒 他把风暴秒了也行 也行 风暴很脆现在 激激激 他妈感觉打得很完美啊 这场 对啊 最完美啊 拳枪压着打 节奏相当快 但是呢 TDRAGO的确有实力 有实力 有实力 TDRAGO的PVD 节奏是跟得上这个Sero的 完全跟得上 他们这个好像是个展会吧 这只是星际争霸的一个 一个区域好像 你看后面好像还有很多地方 对的 他们可能这个是ROG的一个展会 对吧 然后 然后星际争霸只是他们一个比赛区 的一个舞台 你说的没有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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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国内人多啊 那不可能的 CJ的人是无敌的 没有任何的国外展会 能跟CJ比的 CJ是全民展会 CJ是全民展会 如果能够攻击 只能够攻击 最后 那就是TDRAGO 我感觉很多 ZERK 他们会死 E3 E3也没有CJ那么多 我这个人啊 绝对没有CJ那么多 像TDRAGO TDR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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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这种CJ去看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 看妹子呀 那没什么好看的呀 去玩玩呀 一般都是 有些 有些我知道是去那个拿一些什么 就游戏场上的一些周边啊什么的 你一张文标进去 然后各种排队各种拿周边 满载而归 有很多二五仔都这样的 顺便把妹子看了 一般是过去就去玩的 对于黄哥来说 CJ这种妹子 对他来说已经走马观花了 已经无所谓了 就随便看看就结束了 什么叫走马观花无所谓 CJ太那个了 CJ太热了 又吵 对 太吵了 我比较想去游戏展会 就是看一下 如果如果是游戏展会的话 就比较想去看那种 比如说有什么大作啊 有什么新的东西啊这些 在国内的场上我也没什么兴趣 你知道吗 我对国产游戏兴趣不是很大 对吧 你比如说什么科隆什么E3 对吧 你说什么嘉奸华这种 那你跑过去 那有这种国 国外厂商过来摆大作 那你过去看看也还可以 国内都是国内的游戏厂商在那里摆 就 我对国产游戏没兴趣 不是很好看对吧 过去他们也 来的那些国外的厂商也没发什么大消息 而且这周我们太累了也不想去 主要这周不是这周主要是有ROG的比赛 然后又又有中国选手比赛 那我们还是希望留在这边给大家带来这个比赛 如果我如果去了的话我们白天去晚上还要播的话我们扛不住的 扛不住 对本来本来是那个 有几个展台找我们去的后来 因为今天要播这个比赛我像太累了 晚上播到了一两点钟 然后你就跑到CJ去 那妈直接吵死了 你不要鼻孔插麦了孙哥 我没有鼻孔插麦 我没动都没动过 刚刚就是你鼻孔插麦 所有人都听到了 是你吗 现在好了 PVG我会招暴影的 你妈的每次都防御重组 你们不开不让重组开二框 换了事故我就反手一个 妈你你也不要开我靠 他们很多很多人去CJ是去拿那个东西的去拿周边的 对 不过国内你参加CJ周边拿的还是不错的 我老婆以前不是在那个什么叫什么凤凰女子什么工会吗 然后他们都都组织去的 然后游戏厂商会发就厂商会发票的 然后请这些工会去的 都是这样子 感谢带我皮皮的500个福袋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 反正 反正我们说去CJ拿周边还不错 而且这一周的话 我觉得是上海小龙虾死的最多的一周 真的 小龙虾死的最多的一次 我靠 真的你妈CJ只要一开 我靠 这龙虾们的末日呢 对小龙虾的末日就到了 我靠 这一周上海小龙虾死惨 你别他们鼻孔插麦了 我靠 我没动都没动过这个麦 我靠 你稍微调整一下你的位置 等等啊 好了 对吧 你稍微调整一下 还是有一点 多算了没有什么大问题 影响不大 这一盘至少现在来看的话至少不亏 还好啊 走进去之后直接应该往回飘 然后再上去看一眼 哇 那么秋纹啊他 VCVR出引刀了吧 偷引刀 对 偷引刀了 准备 其实你别说啊 这种就是一个使徒过来 没有你的狗去追他 他反而感觉心里面比较安稳 Mazzo没有看到狗他就很虚 Ceru这个三分半钟切进来 全部看光 牛逼牛逼 这个时间点刚刚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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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什么东西啊 三分半钟切进来 刚刚好 他直接升二本的啊 刚刚也行啊 时间点 行行行 他已经确认你的开局了 再进来看三切 四切 看完了 牛逼牛逼牛逼 他判断是投影刀了 对 投影刀 他就看三四切 他就看你三四切那么晚下嘛 就估计就是投影刀了 我操他怎么判断啊这个 他妈这什么细节啊 我他妈看不懂啊这个游戏 但他肯定是判断到是投影刀了 对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 就是个细节 怎么去怎么去 而且时间点也刚刚好 这个只有他自己说了 对 这个他肯定就知道是投影刀的 已经看完了 家里面的眼瞳都变得一半了 刚刚好 对 他全部算完了 PT抓狗都直接不去了 知道就妨了 如果他直接不变 那就才是真的牛逼 空成技 不 我就在从一个重组的选手的角度去思考嘛 我觉得他就看了一个 看了三四切的时间对不对吗 那你怎么通过这个时间来判断是投影刀呢 万一对方是把他下来 还有他看我估计他这样的 他看了 他看的是这个能进的时间就是投影刀的时间 一般来说四分二十秒能进出门就是投影刀 对 你说的没错 但是 但我总感觉有点 有点虚 你作为一个同竹是不是这样想了吧 然后三分四十五秒出门就是单压开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对嘛 但是你是不是还是心里面有点虚 对是不是有点虚 可能他就判断那个期况 因为你三四期没开嘛 可能就这个原因 但是他得到的所有信息就是你投影刀 感谢观众不能欣赏失诚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他已经有60个农民了 补满了农民 这个运营真的太好了 六分钟 62个农民 还抱了点蟑螂 把义公蟑螂按到底了呀 这个时候 霹地抓过 什么都没打到 无懈可击 他直接招牢宿主了 对呀 无懈可击了呀 直接开四框 蟑螂 蟑螂宿主这个战术呢 其实我也尝试过 但是我 我控制不好 很难控 我控制不好 我说 有一个很大原因 你没他出的快 等你出的 别人也有兵的 是不是 以极限运营 你就可以蟑螂宿主 没那么流畅 他这个太流畅了运营的 我觉得PT抓口其实打得也挺好的 运营什么都也很强 PT抓口这个PVZ 已经可以说是欧美前三前五吧 到韩国也是一线的PVZ的事 韩国一般的重组还打不过他 13个速度摁下去 我靠 蟑螂的速度一般都要用冲动 没有冲动的话 机动性不是非常好 对 速度这个东西啊 跑的还太慢了 缺了一次移动速度 他直接军坦扑过去呢 也行啊 第一时间到你脸上放一排速度 我靠 这排速度放下去 那不得了啊 家里面还能搞搞 没打到东西啊 家里面 随便你怎么搞也没打到东西 正面已经到了 现在要看正面了 正面已经看飞了 哇 哎呦 刚好 你要逼 你要逼 这波血亏 两个闪 四个闪电吧 刚才出了 我不知道几个闪电 8分钟你们宿主蟑螂200人口 这运营也太起码好了 感谢徐惠孙一峰扫黄玉小色的一个飞机 趁 趁 这波小虫子下去不就翻天了吗 还好还好 接来可以接 白球多 但正面 有引刀 有引刀 反应很快了 这引刀刷得很快了 正面解决掉 直接出来 正面这波小虫子解决的有点好 好了不管了 直接压出来 因为不能在家里面等 再等的话可能要 可能这个就要被压就打了 第一家伙这波分兵分得也很精彩 对 直接顶脸 但是Sero的军坦很好 就看PG的这种比赛 你就会感觉 这个选手其实内力非常深 对 分兵分得很好 家里面没怎么使用下 他反杀了五个东西 自己把司机力开起来 现在就正面这坨兵啊 就压着你 现在各种游走啊 因为对方是宿主 只要你游走起来 对方也不好抓你 那不是这么说的 你游走起来可以 但是你这波你蟑螂火招 你蟑螂火招打不过 他宿主依然可以去前面去搞事情 为什么打不过嘛 你现在压力很大呀 Sero 回不回 不回了呀 不要了呀 回了 回城 回城吗 直接直接打上去啊 回城 回城 回城回城马了 回城回城马了 他为了守一个基地耶 他这波其实直接顶上去 可能Sero就很伤了 对 这波回城太伤了 这波回城就给了Sero虚蟑螂了一个时间 他其实这个基地如果不要 哎 哎哎哎哎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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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看到 没看到 我可保护一下 被隔断了 被隔断了 白熊 保护一下 保护一下 差一点看到 但你这个正面这一拳打不过啊 死了死了死了 被那个 被那波小数据场中抓到了 上一半 死了呀 跑不掉了 这个被被捏打 捏打 在军台上跑不掉了 2比0 毫无悬念啊 真的毫无悬念 这场比赛 毫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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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DRAGO还是打得不过的 打出自己东西了 打出自己东西了 但是打不过 对 停 过来 到下 POLLAP 3 5